高雄市特搜隊傳來捷報 今年5月取得重型搜救隊資格 更是南台灣第一支有資格的隊伍 將大大提高國際救援 與重大災害的搶救能力 今年參加重型認證的時候 有能力達到104個人去參加考試 特搜隊用這五大編組的運作跟模式 在花蓮救災 那整個救災的過程也非常順利 不只處理到天王星的康幸小姐以外 我們還處理到後來的台八線 包括精英酒店 也印證我們這所謂的平常的 所謂的NAP 國家搜救能力考試這兩三年來 我們這樣子去訓練跟運作的順暢度 測驗是在36小時內 搜救隊員與外部專家 共105位精英 得到各擬真災害現場 針對倒塌建築物 進行局限空間人民搜索 救援 支撐作業 水泥破壞 繩索應用與醫療處置等作業 那整個情境考題裡面 總共有100多項的大項的考題 然後有不同的情境 有繩索的 救援的 有金屬切割的 有木材支撐的 有滾泥土破壞的 然後還有犬肢搜索的 有很多不同的情境跟考驗 那在36小時不間斷 就是說也不能休息 你整支隊伍不能休息 當然你們要自己去輪班 在36小時不間斷的 考試跟評測之下 我們也就很順利的去 通過認證考試 高雄市透色隊更是全國第一支 將無人機與低軌衛星 運用在救災的搜救隊伍 花蓮的經營酒店的時候 我們也利用這個低軌衛星的通訊 在現場 把這個訊號 包括照片 影片 包括無人機的影像 可以透過低軌衛星的通訊 把它傳到我們的指揮中心 或是現場的指揮站 這是我們全國第一支使用 通過重型搜救隊認證 未來高雄市不只能守護國內地區 更有資格參與國際重大災害救災 為國際人道救援盡一份心力 記者李嘉隆 吳佩珊 高雄採訪報導